各位朋友 各位同學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Mr.Chang教英文的時間了 那麼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要跟各位繼續探討有關於現在完成式的用法第二集 那麼在現在完成式用法第一集裡面 我們曾經跟各位介紹有關於現在完成式的定義 那麼它是從過去到現在 從過去到現在持續不斷的一個動作到現在為止的動作或狀態 或者是一種已有或未有的經驗 那當然那麼這是一個非常抽象的一個定義 那麼今天除了上次我們介紹有關於它的這個基本的句型之外 就是have has加PP之外 那麼現在就要進一步針對它定義裡面所闡述的 從過去到現在已有或未有的經驗 或者已完成的動作 那麼或者狀態 那麼這些定義呢 應該如何實際的運用在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完成式的句子裡面 那麼現在今天呢 就要來介紹有關於這個 說明到現在為止 剛剛完成或已經完成動作呢 可以出現了三個副詞 而這三個副詞呢 要分別怎麼運用在 使用在所謂的這個完成式裡面 現在完成式 而這幾個呢 應該放在現在完成式的句子的 什麼地方 它的位置要怎麼放 以及第二點要講到有關於這個 說明到現在為止已有或未有的經驗 談到這個經驗 它有哪些副詞可以配合這個經驗 而形成所謂的現在完成式的句型 那就是今天我們所要探討的這個 現在完成式的用法第二集 那麼將更深入的了解有關現在完成式的用法 當然也希望如果這個影片對同學 覺得有幫助的話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從這個 現在完成式的用法第二集裡面 第一個提到的這個說明來開始切入 好 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現在完成式的用法裡面 它說到說明到現在為止 這個非常重要 一定要到現在為止 剛剛完成 剛剛完成 或者是已經完成 剛剛做完 不管是剛剛或者是怎麼強調已經做完 都是到現在為止 已經結束的一個狀態 那麼劇中常會出現 那麼這樣你特別要去強調這樣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你就會出現以下三個這個副詞 那三個副詞 包含just 就是我們講的剛剛或者已經 或者還沒 當然有否定的 也有否定 否定的這個副詞 那麼 那我們接下來就針對這三個 just already yet 下去分別一個一個做這個分析 以及來剖析它的這個 在句子裡面的相關位置 那麼第一個 already 已經常用於肯定句 當然 因為我們否定句是yet 那麼可放在句尾 特別注意句尾 那麼很多的副詞 包含之前我們講的情態副詞 它也是可以放在句尾 或者是在前面的句中的話 可以有各種不同情況 它可以放在什麼動詞前面 或者是戒息詞前面等等之類的 但是呢 它們有一個共同點 都可以放在句尾 句尾是很多副詞都可以放在句尾 或者是have跟pp之間 特別注意 have也就是不能在have之前或pp之後 一定要在這兩個之間 或者放在句尾 好 我們實際來看看already 用在句子裡面的一個狀態 好 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題我們講到 他已經吃過午飯了 he has had lunch already already 好 我們第一個是放在句尾 大家都比較熟悉的 第二個放在has跟pp之間 這個have代表吃的意思 already already 也就是he has already had 或者eaten lunch 已經吃完午餐了 這兩個位置 那麼第二題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他吃過午餐了嗎 這邊放的是問句的句型 當然你也可以放在句尾 但是假設他是放在句中的話 好 因為你本來是放在has跟pp中間 一旦這個疑問句has移到前面去 他還是保持在過去分尺的前面 所以already 換句話說has she already eaten lunch 是否吃過午餐了嗎 好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把助動詞 一掉前面去 他依舊是放在助動詞 或者可以放在句尾 這個位置特別注意一下 ok 好 我們看一下 那第二個呢 有關於剛剛just 那麼just必須放在have跟pp之間 換言之呢他是沒有放在句尾的 這個特別注意一下 他只能放在have跟pb之間 之間特別注意一下 好 我們看一下 他剛剛聽到有關你家人事情 剛剛從這個 比如說幾分鐘之前或幾秒鐘之前到現在 剛剛好結束 這個也是完成式 那麼he has just 剛剛好 he has just heard about your family 剛剛聽到有關於你家人事情 he has just heard about your family 好 那麼第二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湯姆剛從美國未來 比如說下午才剛到 或者半小時前才到 等等不管如何已經到了 到現在為止已經到 這個 所以說 come has just just come back from America 他剛剛從美國回來 那麼剛從美國回來 所以這個就是just just的位置一定放在has跟pp之間 他就沒有放在句尾 這點特別注意一下 OK 好 我們看第三個yet 那麼他的中文意思叫上位還沒有 那麼多半用於什麼句呢 否定或疑問 在否定或疑問的時候就會出現yet的這個字 特別注意 通常放在句尾 那麼也可以 也有些句子裡面他反而放在句中了 但是多半 多半大部分 most 都是放在句尾 所以我們還是把它放在句尾 所以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你看過那部電影了嗎 Have you seen that movie yet 看過了嗎 好 我們這個時候把它放在句尾 這個是yet的這個位置 Have you seen that movie yet 第二個 在否定句裡面 第一個我們用在疑問句裡面放句尾 第一個我們用在疑問句裡面放句尾 第二個否定句一樣放在句尾 那麼他還沒吃過午餐 she hasn't eaten it yet yet she hasn't eaten it yet 所以注意考試選擇的時候出現疑問句 或者是否定句 我們就用yet這個字 非常重要 那麼just只能放句中 already句中句尾都可以 所以他們呈現三個不同狀態 那有同學說 那如果我們在寫完成式的時候 沒有加入這三個字呢 那對不對呢 也對 因為完成式本身用has has have加pb就對了 就像我們在過去式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沒有加上yesterday 可是我們在句子裡面出現was word 或者是ved 那麼也代表整個就是一個過去式的背景 所以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這三個意思是加強語氣 加強你 你要強調的還沒 當然否定的話 我們通常yet還是會放進去 否定 當然也可以放not has not 就代表否定的意思 所以這三個呢 是一種加強的作用 加強說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尤其在文法選擇的時候 它常常會出現 或者close test 會出現這三個字的相關位置的選項 我們也是要非常清楚了解 整個的位置的排法 好 那麼第二個我們說 再來看一下說明到現在為止已有過或未曾有過的經驗 所以我們說從來沒有去過美國也是一種經驗 也是從過去到現在 也是所謂的完成式 那麼據中常有以下的副詞 包含哪些呢 包含ever never 這個叫曾經 通常用在這個疑問句裡面 曾經 never從來沒有 一次兩次 once twice 當然三次就是三次就是三次 那麼不斷的往上累積了 三次是四次 或者這個before 老師奇怪這個before不是用在這個 所謂的這個過去式嗎 除了過去式之外 過去式之外 before也可以用在完成式裡面代表一種經驗 以前曾經去過嗎 那可能是時空背景是從過去拉到現在 所以before也可以用在現在完成式裡面特別注意的 sever times好幾次等等之類的可以用在有 已有或未有的這個所謂的經驗的部分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次兩次 或者是好幾次的經驗 好 我們馬上來帶進去 比如說以第一題來講 他已經看過鐵達尼號兩次了 twice 他已經twice 他已經看過鐵達尼號兩次了 第一個這代表一種經驗 第二個我去過紐約好幾次了 sever times sever times sever times 好幾次了 sever times 好 第三個你看過這部電影了嗎 Have you ever seen the movie No 不我不成 我們上次在這個完成式的基本句型裡面否定 講過如果你一旦用never 不然就是乾脆 no never 不然的話你寫上這個i的話 那你要先寫never 再加上have 因為永遠記得頻率負詞在減答的時候 它是最大 一定是放在柱動詞一般動詞 逼動詞的前面 減答句的時候 所以I never have 或者你就乾脆寫個 No I haven't 上次我們也提過不能寫 I never 我從來沒有不可以 因為一旦寫了I have 這兩個字一定要一起出現 不然就乾脆兩個都沒有 同時出現或者是全部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這一點 這個在答題的時候非常重要 好最後一題我們說 我不曾到過美國 I have never been to 這個地方特別強調 我們剛剛是說到 有關簡答句的時候 頻率負詞在柱動詞前面 那如果一般句子裡面 頻率負詞還是放在柱動詞後 那麼PP的前面 所以柱動詞的後面 只有在這個簡答句的時候 它會跑到柱動詞的前面 特別注意這個 I have never been to America 從來沒到過美國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跟各位講到的 有關於現在完成式用法第二集 在這集裡面 我們強調三個副詞 already just yet 而already 是用在肯定句裡面 那麼它當然是 可以放在句中 就是放在has跟PP之間 或者放在句尾 而just 也是用在肯定句 但是它是 只能放在has跟PP之中 之間 而不放在句尾 而yet 是通常多半大部分都放在句尾 但是它只能用在 否定句跟疑問句 而第二點我們特別強調 它是已有或從過去到現在 已有或未有的經驗 所以我們會在後面加上一個次數 包括once twice 或者是sever times 或者甚至before 曾經以前去過 那麼這些種種呢 就是我們今天呢 所 這個所謂的現在完成式的用法第二集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第三集會再強調 有關於for跟sing 在完成式裡面非常重要兩個必考的句型 什麼時候用for 長達多久 或者是用自從什麼時候開始 這是完成式 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就是所謂的beam2跟gun2之間的不同 這個我們就留待下次呢 再跟各位解說 把整個完成式全新的新一集的推出 希望能夠更加確實的能夠幫助同學在考試上 或者是我們幫助我們社會人士 如果要做一個這個複習的話 能夠把英文好好的在把它整個的把它學好 那麼當然也希望這個影片能夠幫助到同學或者朋友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訊息 期待下次見謝謝